拆迁民房受阻中共政府派反恐特警行刑事枪杀平民,中国上海静安区,去年4月13日,展开拆迁,有民众不愿离开家园,和拆迁工人与警察发生了冲突,随后竟有反恐特警,击毙平民上海警察事意图,与本新闻无关残忍,中国上海市静安区,去年4月13日, 展开拆迁工程大学生韩晓峰一家人不愿离开家园,和拆迁工人与警察发生了冲突,随后竟有反恐特警到场,韩晓峰全家4人见状跪下举手投降,却在此时遭到刑刑事枪杀,造成一死二伤的汗事,而事后生还的韩晓峰和父母还被起,宿有危险方法,危害公共安全等罪,嫌权案, 经过外媒追踪采访后才赫然曝光,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当时的上海市官方说法,是拆迁人员行动时,韩晓峰住家内射出钢猪伤人,警方获报到场后,也被韩晓峰与父母,舅父等刺人攻击,包括丢置砖块,空瓶, 泼洒腐食性液体菜刀砍人,并打开天然气与警察对质,最后警方只得开枪制服,韩晓峰与母亲被射伤,就父居海良死亡。 韩晓峰与母亲接受治疗后,和父亲一起遭到拘留并起诉,韩晓峰一,以危险方法,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行,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父母,除了该罪嫌之外还被起诉刑性滋事罪,目前还在羁押中。 然而,官方说法下,却隐藏着真相一名韩晓峰与居海良的直戏,亲属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广播节目不同的声音采访时,透露出了其中黑幕。 原来当时开枪的不是普通警察,而是上海反恐特警总队,战训支队,四大队高级警官王骏,这正代表当时的拆先抵抗,已被政府认为是反恐层级的局面。 此外,当时反恐特警持枪进入屋内韩晓峰全家人都下跪举手投降,却遭到特警王骏近距离行形式的一一开枪,补枪总共射出10发以上的子弹。 居海良被反恐特警枪击后,并不是当场毕命,却没有马上送医,大约拖了20分钟后,才送往急诊室救治21天后,身亡居海良大腿上的枪伤状况经过专家判断,可能是被打母弹所伤韩晓峰也被同类子弹击中伤口。 过了一年多都还会流浓,事实上这样的悲剧本来可以避免,因为警方并非官方所说的,在拆迁工人报警后才抵达现场,而是本来就在现场准备催泪瓦斯,高压水柱,橡皮子弹,以镇压抵抗民众。 因此有许多非杀山性的武器,可以使用最后中共政府,却派出反恐特警击毙平民。